美国国防部长与日本防卫大臣以及南韩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举行会谈 三方同意加强合作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 采取三边措施回应北韩的威胁 可以看到美日韩防长在会上也讨论到联合军演 就非但预警和追踪演习交换意见 韩联盛指出原本为了维持和北韩对话的机会 这是两项演习式非公开举行 现在公开对北韩释放强烈的讯息 不过有北韩抓家表示金正恩硬碰硬立场不变 短期内与美韩重启对话的机会其实不高